今天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当手机丢失的时候 怎样来一键定位手机的位置 并且控制手机自主发出声音 让我们迅速的找回手机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个收藏 觉得有用的话 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餐馆吃完饭 或者说呢 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 下完车 过了一会儿呢 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没有带 在以往的经历中啊 这种情况呢 我们多半是找不回这台手机了 但是呢 大家学完今天的这个方法 可以一键精准的定位手机的位置 并且让它自主发出声音 帮助我们迅速的找回手机 好了 话不多说 下面我就开始演示一下 怎么来操作 现在我们手机还没有丢失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做一下设置 这个设置呢 任何品牌的手机都是一样的 我这个呢 以小米手机为例 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首先呢 我们打开设置 点进去 然后呢 这个上面呢 有一个 登录小米账号啊 如果你是其他品牌的手机 可能就是登录啊 例如OPPO账号啊 Vivo账号啊 或者说你是华为账号啊 都可以啊 都是在这个里面啊 我们登录一下 点进去 这个时候呢 大家是可以用自己的手机登录啊 或者说其他的啊 自己有这个小米账号 或者说你有华为账号 都可以自己登录一下 然后呢 登录上这个小米账号之后啊 啊 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呢 然后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 云服务 啊 当然如果你是其他品牌的手机 也是有一个云服务啊 我们点这个云服务 这个云服务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查找功能 我们点一下 这个查找功能啊 啊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功能 简介啊 设备丢失时 可定位锁定 擦除设备 啊 确保数据安全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帮助家人 当家人设备丢失时 帮助控制设备 如发生锁定等啊 我们点一下 开启 开启本机的查找手机功能 这个呢 我们要开启一下 嗯 然后点一下 来 开启一下 这个功能 这个时候呢 输入一下刚才的密码 现在就开启了 查找手机功能已经开启了 开启了呢 它就是提示当年的设备丢失时啊 可以登录这个网址 是找回锁定设备啊 登录这个网址呢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设备的位置 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在这台手机上啊 随便打开一个浏览器 然后我们把那个网址 刚才的网址给输入进去 然后我们在这台手机浏览器里面输入一下这个网址 网址是i.mi.com 然后我们看能不能找到那台手机的位置 打开一下 嗯 好了 它提示啊 这个是小米云服务 啊 我们用自己的小米账号再登录一下 我们现在在这个网址呢 用自己的这个小米账号就登录上来了 登录上来之后啊 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啊 它有一个查找设备 啊 我们点进去啊 点一下 这个查找设备我们点进来之后啊 这部手机精准的位置就显示出来了 啊 这个呢 我看了一下还是很精准的啦 另外呢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设备发声的功能 我们点一下 看看那个手机会不会发出声音 发声点一下 啊 果然那个手机呢 现在响铃了 啊 通过以上的方法呢 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找回自己丢失的手机的机会 那你有没有学会呢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